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您的邀請 還有謝謝大家的參加 剛剛蔡演長 蔡演長是我的老師 所以有一點過獎 不過我個人到現在 因為還在任教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演講 都是跟醫師 或者說是醫學學生 我個人很少做一般的文章 如果老師有交代 我們就來講 另外的話就是 等一下這些名詞中間 會有一些專用名詞 我一定翻譯的 我把它盡量翻譯 讓各位聽得比較清楚 另外的話 我現在常常被我太太說 你講話怎麼一直講 講了要三遍 我聽懂 結果後來我再回去 一方面我是老公 一方面是 我的病人同樣的問題 都一直問 我跟他講了一遍 然後我又跟他講了一遍 他還是問一樣的問題 我現在就習慣說 你出去之前我又去跟你講一次 有個病人會跟我講 你這個剛剛已經講過了 我自己也是變成這樣 教書教九就會這樣 同樣的問題一直講 所以人校要是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就是慢慢講 反正今天我各位看看講義 我這個十幾章 慢慢講 把這個題目 保日常生活 再看病的經驗 跟各位講 如果有早一點講完 跟各位再交通一下 可以問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呢 到台大醫院都要花六百塊 是來問我的問題 我回答可能是 原因不明換下一個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 今天指定的題目 是有關老年至中老年 這其實就是我們門診的一部分 我們還看很多青少年跟年輕人 不過我們今天 focus在成人到中老年人 第二個是聽力的保健問題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張 看一看來門診看耳疾的病人 有哪些問題來看 我的門診是在這邊看的時候 下一位他們會先把他叫過來 上一位可能在那邊指 出去的時候 他們會跟我講說 我沒有來你這一診之間 我不知道這麼多耳疾 其實耳朵的問題就很多了 這個是這樣 另外呢 宣言長也把他這個問題定在聽力的問題 其實很像我們會講耳瓶眩暈更多 昨天公布的 前幾天公布的健保 去看病人 第一個是下肺痛 第二個是過敏 第三個就是眩暈 所以過敏跟眩暈都是耳瓶科的問題 以至於說 所有的診所的能診量裡面 全臺灣病人最高的就是耳瓶科 所以這些是我們耳瓶常見的問題 不過一樣我們今天還是聚焦 Focus在聽力的問題 以及我們希望怎麼樣感見 我們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沒有聽力的問題 可是有一天可能會得到聽力的問題 我們有什麼可以保養的方法 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另外的話 現在我們越來越多的病人 來過來跟我講說 這網路上寫怎麼樣 那個網路寫怎麼樣 我去搜查了以後 是不是這樣子 那網路上不一定是對的 但也不一定是錯的 只要你不好 會好就好 常常有病人跟我講說 網路上寫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那麼一派不一樣 不過他把那張拿出來說 這個是你寫的 我一看這個是十五年間二十年寫的 可能醫學也有點進步了 不過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大家都做了很多功課來 大家都做了很多功課來 然後要跟你說 網路上怎麼樣去 那我們到底怎麼樣分辨說 到底這樣子有害 至少沒害 或者有沒有幫助 可能是現在醫生還沒有被這個網路 被人工智慧取代的理由 好 那我們在跟那個之前 我們現在就有一點比較學術 比較普遍的東西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耳朵的基本構造的功能 如果我們不太清楚的話 我們常常比如說 你去看這個醫生 醫生跟你講說耳朵積水 欸 我昨天並沒有洗澡 我並沒有游泳 怎麼會耳朵積水 事實上耳朵並不是 就是我們只有看到對面 我們現在看不到自己的耳朵 除非看鏡子 對不對 那不然我們就是看到隔壁人的耳朵 欸 我們一看這個耳朵 欸 並沒有什麼問題 那會進水 好像只有從外面進水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們的構造 遠比我們看到的來複雜 跟其他的器官一樣 跟眼睛一樣 眼睛並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部分 然後後面其實也是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看耳朵 不過一般我們在醫學上 分成外耳中耳跟內耳 就是比較外面的 然後還有中耳還有內耳 那這個各自管呢 非常多的一些功能 我們就在這邊不用上 非常仔細的上課 不過外耳呢 外耳一般就是我們看到的 第一個就是叫做耳朵 或者叫耳朵 就是你我左右看到這個耳朵的這個 那耳朵接下來它有一個管子 這個管子呢 一般我們在成人的正常長度 差不多是兩公分到三公分這樣子 那就會碰到耳朵 那這兩個部分加起來叫做外耳 外耳的疾病呢 也是我們在能診常見的疾病 外耳也會影響到天音 但是這一個是比較好處理的 那你來你是外耳的疾病 你算是病人中間運氣比較好 因為你出去的話 你的問題可能就解決了 你可能很多人出去說 我又聽到了 原因是他外耳的問題 真的是神醫啊 接下來他介紹他隔壁的鄰居來看 結果他是內耳的問題 他就沒有辦法像他這樣解決 所以我們要把它分成不同的部分 其實問題可能不太一樣 第一個就是外耳 外耳我們再講一次 包括外面看到的這一個耳闊 耳闊其實對聽覺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在德國納粹時代 曾經有過不人性的實驗 把這耳闊切掉 把它切掉以後 我們再去量聽覺 結果聽力沒有什麼差 所以外耳他只有一些特定的 在生學上的功能 但是對聽覺的敏感度 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那它存在這邊有什麼用呢 它就是有一些可惜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家 在我的診間中間有百歲以上的人 他的耳垂都很大 因為年紀大了 所有的東西都會下垂 耳朵也是 耳朵很長 但是呢 他的聽力比不多 所以耳朵外面大 並不是聽力 絕對不是 兩個絕對沒有相關 那第二個就是耳道 耳道大概是一個 我們剛剛說兩公分半到三公分的一個距離 那這個中間 耳道中間會分明一些叫做耳垢 事實上我們叫做耳垢線 它分明的耳垢 這個耳垢呢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親 我們等一下再跟各位再講一次 不過我們先把這個structure 先把這個構造跟各位介紹 那這兩個部分就是外耳 中耳呢 中耳就是一個空腔 再往裡面是一個空腔 這個空腔呢 有它特殊的一個功能 不過今天我們就不太講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傳聲的功能 把聲音放大 傳到內耳去的一個功能 它裡面有三個聽小鼓 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般人看不懂 我們最遠的最遠最遠的 就可以看到耳膜 耳膜是長這個樣子 一個口圓形的 好像一個薄的毛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電子儀器 我們都可以把這個造起來 造起來以後 就把它存在這個 每一個病人的電子病例裡面 病人都看得到喔 病人就會問說 欸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真的是科技進步 有好有壞 以前我說依舊是遺忘 現在他還要問這個是什麼 甚至有開刀的病人 本來是一個洞 開完以後很不幸失敗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洞 他就會知道說 欸 你看 你這個洞沒有補起來 以前我告訴他說 補好了都沒有問題 你回去吧 他也都乖乖接受 現在科技的進步 讓我們也沒辦法 只好跟他說實話說 抱歉 這裡還有一個洞 這個手術病沒有完全成功 所以意思說 現在在科技的進步 我們現在 每一個人在台大醫院病院裡頭 都有一張相片 這一張相片 就是你曾經來看過你的耳膜 哪一天長的什麼樣子 耳膜就是在這一邊 各位可以看到 相對於外耳中耳內耳來講 耳膜是相當外面的部分 所以大部分的耳朵的構造 是肉眼看不見的 所以你進來的話 我們就看一眼看一眼 發現這個是正常的 下一步我們就是要做等一下 下一張的聽力檢查 因為內耳看不見 內耳看不見 以至於說很多內耳的疾病 像是剛剛講的聽力疾病 跟半規管這邊的疾病 叫做眩暈 我們是沒辦法直接看到 因此在診斷方面 也會有一些很大的情誼 我們必須要看一些檢查的結果 跟你的歷史 這個人看的可能跟那個人又不一樣 這個人看的跟那個人又不一樣 所以很特殊的例子就是 這個眩暈的病人 因為一直重複發縱 他們可能會到各家醫院來各處 那根據我觀察的結果 你去了哪裡 那一位醫師講的就是這個人 那一位就是內耳 那一位你從哪裡來的 那你一定是什麼 你之前去哪裡看 那你是哪裡 那就是說內耳我們現在無法去看到 所以呢大部分是根據醫生的經驗 或是檢查的結果 來判斷你疾病的病因 這個就隨便聊聊 有時候現在講中耳就講到內耳去了 中耳我們再回到這個原先的 除了耳膜以外 有三個聽覺 這些正常的東西 都是正常的聽覺所需要 那如果這些東西有壞掉 比如說耳膜這邊有一個破洞 或者說聽覺骨鏈斷掉 這個當然都會影響聽力 那我們這個等一下講到疾病 有時候再一個再講 那聲音傳到這裡以後 經由這個聽覺骨鏈就傳到內耳去了 那耳膜 中耳還有 除了一個空腔以外 還有一個構造 叫做耳菸 那從這個耳跟菸這兩個字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這個構造是連同耳朵 中耳 不是外耳也不是內耳 中耳跟鼻菸 鼻菸就是口菸的一部分 口菸就是嘴巴張開 看到那個小舌頭那裡就是口菸 但是口菸的上面還有一塊空腔 叫做鼻菸 在我們國人 在我們國人跟中國人 很多南方的叫做鼻菸 各位應該也聽到 就是在嘴巴張開裡頭 那個小舌頭 後面上面的空間裡頭 那傳統叫做廣東 因為在中國的西門 兩廣台灣 兩廣台灣 還有海南島這邊 特別特別的盛行 所以那個地方是有一個管子 可以連到我們的骨膜 就是中耳槍 我們這個叫耳音管 這條管子其實作用非常的大 它最主要的作用有三個 不過最重要的作用 它就是要平衡中耳的壓力 各位在這邊好好的都好好的 你的中耳壓力其實是跟外面一樣的 也就是說 你不會感覺到耳內有正壓 有正壓的話 你會覺得有壓力 好像耳朵塞住了 負壓也是一樣 耳朵悶住了 聽不清楚 這個最有名最常見的 有人坐飛機或電梯了 當耳朵沒辦法平衡 這個耳音管沒有辦法平衡 兩邊的壓力的時候 這一個耳壓不正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悶塞 或者聽力不好的感覺 所以壓力最主要是靠耳音管來平衡 所以我們當兩邊的壓力 沒有辦法完全平衡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做一些動作 各位坐飛機的時候 就有我們的美麗的空空小姐 會告訴你 要噴口水 吃口香糖 噴口水 要吹鼻子 或者說像各位 剛剛有的人在打哈欠 打哈欠也很好 在這邊不是要睡覺 而是要把耳音管打開 以便能更聽清楚的講話 打哈欠 打哈欠也是把耳音管打開的一個途徑 很多疾病 你去問 他都跟你講 你耳音管阻塞 或是你耳音管功能不好 事實上這個耳音管 的確是中耳很多疾病的最大源頭 就是說它沒辦法平衡 這個中耳跟外面的壓力 以至於它裡面壓力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的話 會造成非常多的後果 包括中耳的疾病 珍珠瘤 包括中耳積水 包括中耳凹陷 包括你這個壓力打 這個骨頭 這個三天聽小骨的運動性就會減少 以至於是到時聽力不好等等 所以耳音管對中耳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器官 有關的疾病 我們剛剛也大概講到 不是耳音管阻塞 再來就是耳音管過通 好 那這個是中耳 這些構造我們都看不到 中耳的構造 再次重複一遍 如果你裡面有一個破洞 我還可以看到中耳的凝膜 如果你沒有破洞 最底最底 我就可以看到這裡而已 好 那中耳進去 還有接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就是內耳 內耳的疾病現在越來越多了 那中耳炎 中耳的這一部分 在我年輕的時候 可能超過一半以上 我們大概在耳科的門診 都在處理耳朵流膿啊 聽不清楚啊 這些耳痛啊 這些中耳的問題 但是現在 因為我們年紀 我們帶小孩 小孩子有感冒 有中耳炎 就趕快去看醫生 快把中耳炎都治好了 以至於說到現在 這個急性中耳炎 慢性中耳炎 耳膜傳統的比率 現在我們在台灣社會 已經慢慢也走向歐美的先進社會 慢慢的減少 然後我們的這個 就中耳的手術 比年輕的時候 要少了三分之一 變成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也就是說大家要怎麼更健康 主要因為這個 我們小時候的 Medicare 跟一些衛生條件的改善 以至於說我們中耳炎越來越少 那中耳炎越來越少 相對的呢 而內耳的問題越來越多 我們的楊麗科教授寫的 現代人的文明病 其實是不是文明不曉得 只是說因為年紀大 因為年紀大 然後中耳的問題又很小 現在我們的門診 都三分之二以上都充斥 就是內耳的問題 內耳的問題 內耳有兩大構造 第一個我們叫做耳窩 耳窩就是長得有兩圈 耳有二分之一圈的 像棵流一樣的東西 這一部分呢 主管聽覺 主管聽覺 就耳窩主管聽覺 你聽得到聽不到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耳窩 那耳窩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毛細胞 我們這邊造了一個顯微鏡的照片 這個是動物 如果你要把人家弄下來 這個病人就已經農掉了 或是說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在臨床上 我們是看不到這個耳窩的 那另外一部分叫做 潛艇跟半規管 這個地方主管平衡 就是我剛剛講的眩暈 眩暈通常是三個半規管 三個半規管 剛好在三個平面 有哪一個問題 或者說這邊是潛艇跟球囊 哪一個軟球哪這個都知道 各位不用記 這個地方 中耳進去的內耳分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管聽覺 一部分是管平 當你覺得走路有一點不穩 有一點晃晃的感覺 或者甚至厲害的眩暈 耳心 嘔吐 這一個很大一部分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 因為有一些是中蘇的問題 有一些眩暈是中蘇的問題 或者說腦部長的東西 不過百分之九十九年級 這個是內耳的問題 所以內耳不平衡變成一個 非常general的一個名詞 我去看他 我去看某某醫生 他告訴我 我眩暈就是內耳不平衡 內耳不平衡 沒錯 就是內耳有一些問題 內耳有問題 到底有什麼問題 裡面的分析很多 各種不同樣的疾病有很多 眩暈我們有時間 等一下各位問你再談 我這個在slide裡 並沒有準備眩暈這些疾病 不過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再一次講一次 就是內耳是沒有辦法從外面看到的 至於能不能手術看到 各位看到這些粉紅色的 這個我們叫做鯉骨 鯉骨 各位要知道鯉骨是什麼 就耳朵後面敲一敲這麼硬的骨頭 這個就是鯉骨 鯉骨是我們全身最硬的骨 全身最硬的骨頭 所以呢 那它等於是相牽在內骨裡面的一個迷路 各位瞭解 你並沒有辦法把它拿下來拿在手上 這個內耳你沒有辦法拿下來拿在手上 老鼠可以 我們做實驗 人沒辦法拿下來 為什麼呢 它是一個大理石一樣中間鑲嵌的泥路 你如果把它打開 如果我們在少數中常有鑽子 把這個鯉骨撤開打開 把內耳露出來的時候 這個病人就亡掉了 或者說他的平衡感完全上失了 所以內耳只有destructive就是所謂破壞性的 比如說他找了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必須要往後換 另外唯一的就是人工電子 我們放一個電子 放一個電子 放一個電子到內耳裡面 以便重建他的平衡 所以內耳手術並不多 很大一部分 等一下我們會講退化的病人過來說 有沒有手術可以治療 很抱歉內耳沒有什麼手術 一旦打開 大部分的病人就比現在的能力還差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內耳 內耳後面又有聽神經 不過原則上我們現在大部分的來講 內耳裡面的問題我們就叫做神經型的問題 內耳它是神經的末少 並不一定是這個神經上長什麼東西 神經上長什麼東西的情形還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分成這個是神經型 這一部分都叫神經 都叫做內耳神經 所以現在就來了 我就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這位病人去了某某路的一個耳鼓科門診所 耳鼓科門診所告訴他 你的耳都積水了 那你如果了解了這三個部分 那你就有可能 第一個是不是外耳積水 昨天洗澡或游泳水沒有跑出來 這個機會大 現在我們跳一跳啊 而且呢耳都會蒸發嘛 耳都會蒸乾 外耳呢 從用一個傷形進去 馬上就吸乾了 這問題最好解決 所以不是外耳 所以你不用問說 我耳都不游游 我洗澡也很小心 我耳都怎麼會進水 這個是外耳 其實它指的不是外耳 那另外一個是中耳腔也有可能集水 那這個是剛剛我提到 這是一個空腔嘛 對不對 這個空腔裡面 萬一有水的話 聲音一定傳不過來嘛 你一定會覺得這個耳都扔住了 這個叫做中耳積水 中耳積水 中耳積水的原因很多 最常見的就是 我們剛剛說過這個耳音管的功能 它的平衡功能不良 以至於裡面一直有負壓 它的壓力比較低以後 慢慢的這些裡面 旁邊細胞液啊 發炎的細胞液就會累積起來 會在這個裡面 累積變成水 累積變成水 這個叫中耳積水 那在成人 如果你不是鼻咽癌 鼻咽癌 單側的中耳積水 可能在6%到8% 我們先排除 你不是鼻咽癌 因為鼻咽癌 長在這裡嘛 這裡也可能會壓迫這個關子 以至於造成這個關子不好 就用耳朵的症狀來看 這樣子的病人 不到百分之十了 大部分人都是感冒 或者說這條管子拉開的 這個管子 它有一點退化 以至於老人家 老人家突然這個聽力不好 然後你發現這裡有積水 這個積水很簡單 我們需要在這個地方打一個洞 然後把水吸出來 就會變成水 但是打個洞 有時候合起來 它又有急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俗稱所謂的耳朵狀 一個管子 管子裝在這邊 那這個管子可以代替這個功能 平衡內外的壓力 這樣子就不會再吸水 所以這個是中耳吸水 中耳吸水呢 我們要給病人抽 病人就問會不會痛 當然是會痛 因為耳膜上來打個洞 因為這個耳膜是完整的 不然這個耳膜沒有完整 就會流到外面 這個不叫吸水 這叫流水 叫耳露 耳露 耳朵流水 那沒有流出來的叫吸水 我們可能要用一根針 或者用一個切的刀痕 把這個耳膜稍微切開 切開以後會不會聽不到 不會 耳膜切開 切一點點 絕對不會聽不到 那水流出來之後 切開會不會長起來 會的 絕大部分 99.9都會長起來 所以這個是中耳吸水 那另外有一種我們叫做梅尼爾氏症 各位可能也聽過 你如果說去很多加醫科診所 血菌就是梅尼爾氏症 其實梅尼爾氏症不是一樣 梅尼爾氏症它的最主要的病理機制 叫做內耳淋巴水腫 就是內淋巴葉過 還這個分泌過多了 內淋巴葉跟外淋巴葉 都零點幾個microliter 這個量非常少 但是它過多一點 你耳朵就會炸 你就會眩晕 你就會聽不清楚 但是呢 內耳淋巴水腫 要是解釋這個 對於一般很忙的 以劉科醫師來講呢 他沒有時間跟你講這個 他直接不去等內耳水腫 內耳水腫 所以你去看了以後 那你今天來至少有一個收穫 耳朵水腫 耳朵積水 也有三種可能 未必是你禁水 內耳淋巴水腫 明天的施政原因不明 等一下我們會再簡單提一下 中耳積水剛剛講過 這個管子平衡壓力不好 那外耳積水從外面進來的 吸吸 或者讓它蒸發乾就好 至少你知道這三個解剖位置不一樣 代表的病不一樣 代表不一樣 今天一個病人來跟我說 旁邊的耳朵科醫師說 你積水 代表的意思並不一樣 好像可以撐一下 因為第一章就講了 講了半小時 後面我們講快一點 好難免 墨 所以 好